提起相声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在郭德纲横空出世以前 相声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正处于苟延残喘的尴尬境地 在郭德纲之前 也有不少人提出要拯救相声 但是言必称创新 似乎相声的萎靡不振 完全是传统相声的郭 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 才能够拯救相声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吉他相声 嘻哈相声唱跳相声等 但是这些一味推陈创新的人 大都缺乏传统相声基础 没有全面汲取传统相声的营养 所谓的创新就成了 无本之木 无缘之水 失败是必然的 郭德纲同样是推崇创新 但是他的观点是 创新一定要建立在传统相声的基础之上 先有传承 后有创新 他在《论50年相声之现状》中说过 好比说厨师炒菜 你可以发明新的菜 但最起码你要知道什么叫炒勺 哪个叫漏勺 你拿个弹筒炒菜 说是革新 那谁敢吃啊 有打轻落到现在一百多年 这么多老先生 把中国语言里边能够构成 包括西方料的技巧 都提炼出来摆在这儿了 你无论说什么笑话 这里边能给你找出来 你用的是这个方法 你用的是这个方法 有现实你不用 你被得抛开了 单凭你一个人 你干得过一百多年 这么些老前辈的智慧吗 你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好比说厨师炒菜 你可以发明新的菜 但最起码你要知道 什么叫炒勺 哪个就漏勺 你拿个弹筒炒菜 说是革新 那他娘的谁敢吃啊 这个比喻 话操 礼不操 逆针见邪的 道出了相声 一味追求创新的荒诞之处 郭德纲也在创新 不过是在传统段子的基础上 根据新时期的社会环境 人物性格和故事逻辑 进行重新梳理和二次改编 让观众领略了 传统相声的新魅力 郭德纲用实际行动 戳破了相声界 只知道创新 不继承传统的肥皂炮 这是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但在他崛起的那个年代 相声界依然有三座大山 横跟在他的面前 等着他去做那个移山的渔工 相声界的第一座大山 非教育意义莫属 在教育意义旗号下 很多传统段子被禁言 直指消亡 最严苛的时候 一段相声在上台表演以前 领导要亲自审查台词 逐字逐句修改不说 还要我把其中的教育意义提炼出来 并在结尾处强行拔高 当然仅仅恢复传统相声这一点 并不足以支撑郭德纲如今的成就 按郭德纲的说法 相声干嘛非要有教育意义 中国杂技团15个人 骑一辆自行车 你受教育了吗 他违反交规你知道吗 教育意义 本不是相声该有的功能 有教育意义当然好 但也不必强求 更不必非要突出教育意义 只要不是有负面意义就行了 郭德纲抓住了传统相声的核心 搞笑 用那句名言相声要是不搞笑就搞笑了 推翻了这座大山 赢得大部分相声观众的认同 相声界的第二座大山是众歌颂轻讽刺的问题 歌颂相声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一种新的表演形式 是相声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一个创新 也有过一些好作品 问题在于歌颂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相声的主流 而相声的讽刺功能被严重弱化了 甚至于消亡了 记得江坤曾说过 如果像电梯奇遇那样的段子晚几年出现 根本就上不了春晚 审查肯定通不过 其实讽刺反面典型比单纯的歌颂更有教育意义 而且观众更易于接受 就是有些刺耳 所以登不了大雅之堂 可是相声终归是一门讲究斗乐的艺术 单纯追求教育意义和唱颂歌 不追求搞笑 那看新闻联播就行了 还看什么相声呢 这座大山 江坤当年曾爬到半山腰 可惜最终选择原地躺平 郭德纲当然也翻不过去 他只是个民间艺人 生存是第一要务 所以他躺平的更彻底 相声界的第三座大山 对舞台上动作和语言的限制 比如不能打人 不能有脏口等等 适度的限制是必须的 进化舞台也是必要的 但显然不能过度 如果不能打人 那像《红阳洞》等经典作品 就没法演了 这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但凡了解相声的人都知道 相声里的打人都是假打 其中有很多技巧 比起杂技和拍动作电影 什么的安全多了 经常听说某某剧组发生意外 明星受伤什么的 可从来没听说过 在相声舞台上发生意外 导致演员受伤的 德云社的相声 已经彻底跳出了这种限制 擅自打人是很常见的形式 甚至还有摔跟头 揪头发等种种操作 观众已经见怪不怪 并乐在其中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没有人当真 只是一种表演形式而已 至于语言的限制 德云社也跳出了一个小的限制圈 但是在反三俗的高压之下 郭德纲及弟子们也是战战兢兢 如带着脚料跳舞 闪斩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这个问题就不能细说了 懂得都懂 套在相声上的条条框框很多 这固然有环境的原因 但是郭德纲已经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 翻越了两座大山 为相声争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而且在这有限的空间内 最大限度的展现了相声的魅力 当然 只有一个郭德纲是远远不够的 相声的崛起 需要更多的郭德纲展出来 拜拜